嗯 好咱们现在就开始正式说这个 劳容之吧 我就随口说啊 今天这个这个哥们怎么呢 你看 27号 今天我才看到的27号警方把这个啥 把劳容之给抓了 他是几年出生的呢 这人是1974年出生 江西省九江人 他跟之前那个法子英啊 他俩都是一个地方的 但是法子英匹特大整整十岁 他怎么认识的 是在1993年的时候 然后一个朋友的婚礼上 两个人就这么认识了 劳容之呢 小真他之前 跟他老公离婚了 什么原因现在咋是肯定是不清楚的 然后这个法子英啊 嗯 跟他老婆一直是协议离婚 两个人没有正式的离婚啊 但实际上他是跟那个 嗯 小真两个人就 勇闯天涯了 他俩怎么到 为什么到一起 然后 正常来讲呢 你说 呃 劳容之为什么会看上法子英 因为道理很简单 你就从照片上来讲 他俩年轻的时候 一看就知道 法子英他这个形象啊 各方面确实很差 有点配不上小真 你这么想啊 小真到后来跟法子英他们出去做仙人跳去 去那个酒吧坐台 然后骗着客人 你形象不行的话能干点了这事吗 对不对啊 他本年轻使罪 对于这个问题 法子英 他在法庭上啊 不是啊 他在法庭上没有 是这个在下了法庭之后有个记者 记者在问他的时候就意思说 呃 小真为什么会看上你呢 法子英下就来劲了 他就表示我存爷们啊 我不仅仅有杠 我在黑道上有名 我下手狠啊 我还有柔情的一面 意思就是他能文能武 头脑精明 然后大人大义 有担当 就存爷们 就他的意思就是 呃 小真是看上了他这一点 就跟他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问题呢 只有等后面啊 呃 然后老永之 老永之他怎么交代 然后咱们再看了 然后我这文章发出之后 你们也看到了后台留言 是吧 呃 有个哥们呢 留言了说 正好 老永之就是他的同事 两个人啊 同事了两年 非常的震惊 然后这哥们给我发了很多资料 包括视频 回头我会把这视频 然后加到咱们这个节目里面了 给大家看看 然后跟我说了一下他的情况 他们俩是怎么回事啊 老永之是2016年 去了他们那边在福建那边一个酒吧里面 在酒吧里面他干嘛呢 当销售 哎他就是负责就是拉客人过来消费他 他这时候年纪很大了 今年45岁 2016年的时候他42岁 也不小了 你如果他去 他也陪客人喝酒 也陪 但是就差很多 由此可见 这个劳荣之 他还在做这个事情 还在做跟法子英当年一起干这个事 又重走了他的老路 我们也由此可以看不到 他这些年生活过的并不怎么样 是不是 你想啊 1999年案发之后 他跑到2016年 这17年后他还在酒吧里面混 还在说去拉客人 还想在里面还想在吊吊坎子之类的 过得肯定是不怎么样 那他是个什么人呢 据这哥们的反应啊 他们的同事啊 包括聊天记录也给我看了 就一致认为他这人是有病的 就是很神秘 很怪异 他这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一喝酒就跳舞 不喝酒的时候还不怎么跳 就一喝酒跳哪种舞呢 跳那种类似于钢管舞 实际上是没有钢管 然后自己在那会儿就跳 然后特别是一喝完酒之后 经常就去跟客人啊 就主动去找客人跟人家跳舞去 然后跳的就尺度非常大 就这样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这些他是一个啥样 就是跟客人跳舞的时候 他总并不是说想泡去泡这个客人 又怎么样 感觉他好像这人就是特别 特别低贱 就这种意思 就是用他们的话来讲啊 他这人无下限 甚至就是咱们说句不好听 感觉啥样 就你看都45岁了嘛 也没过男人 没什么的 好像特别渴望男人那种似的 然后他对自己的经历啊 也跟别人说过 说他是酒浆的 那肯定不会说他事叫 老龙之 他跟别人说是酒浆 那别人也不在 不 不会在 我谁会说 你一说酒浆 你想到你是一个赛逃杀人犯呢 你肯定不会想这些 然后他喝完酒之后跟客人啊 跟别人也说过自己的经历 他只是说他被他老公给害散了 他老公以前很有钱 但是炒股赔了大钱 他这就说过也说过自己的经历 这种事情 那么你说啊如果就这么一个没底线啊 没下线的一个女人一个老女人有没有人喜欢他呢 告诉大家有的 酒吧里曾经有小伙想追求的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人家不干 小伙啊 二堆碎的小伙子帅小伙冲进去了 想跟他出朋友不干的 要求很高 他至于什么要求咱不知道 是不是也喜欢 还想找个法子用那样的啊 这有他的一些经历啊 回头呢 我把这东西再详细整整理 然后把那个他的事 我把视频都加上去给大家看看 目前吧 大概就这些事 然后呢 有的人说说他我也问过 我问他了 他这些年啊 还干过什么事 说有人说他在厦门买房子了 但是呢 这哥们有点不信 说不太可能 就看他的那样啊 在那酒吧里这么混 好像说 买房子了 不太可能的事哦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跟他说 那是公俩的 那个是公俩的 我可以去跟他说 那是公俩的 那是公俩的 这个是公俩的 就是公俩的 粉丝的高尔街 我跟他说我说你下班了 他说对呀下班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 老龙之我同事啊 我以前还经常取笑的 现在想想好可怕 没事 我告诉你 他离开了那个谁法子营 他啥也不是 他应该是没有动手杀人 这个东西啊 至少在法子营交代的时候 他交代的就是 那个小真 出去那个骗人去 把男的骗回来 然后他动手 开车 包括去这个抢钱去 都是他去 还事实也确实是这样 你看最后一个那个那个案子 时候 他去人家去要一万块钱 当时跟那个谁 跟他老板说要三十万 同意了 说先嘴没一万 然后他自己揣一个小手枪去 胆子一大 就去你家 拿钱 那你说没钱出去借钱 行你出去吧 就那里出现报警了吗 报警就给租家里了 那个小真确实是没去 然后他就跑了 那个谁 那个法子营在法庭上把所有的责任 全都担到他那块了 就是 反正他也死 跟那个老龙之没什么关系 所以说这个事情 现在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了 他后来会怎么怕 你如果 咱们这么说 在当时肯定死刑不小 如果那时候他跟那个 法子营一起落网 肯定死刑 现在呢 咱毕竟七个人呢 他也是主谋 你只不过是没有动手杀人而已 你不把人骗回来 能啥吗 你关键是一起合谋了吗 在哪种情况下不能呢 就是说他不知道这种情况 就像那个 北火山那个事 把那谢东芬给啥了 怕你比较轻 我会跟你讲